你认识所有人吗 来之前 你认识谁 来之前 只认识大寻哥 就比较收一点 好的 你有没有可能觉得说 我们几个人 都有可能不太好相处 我其他人都会 就是了解他做功课 但我其实一开始 对诚哥我会有点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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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来之后发现 诚哥跟我想的 就完全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 不瞒大家说 我甚至为了 杜臣班长 差点推掉这份工作 我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要让他干活 我说难度太大 对就是有点心理上 确实是有压力 大轩我们很熟了 叔叔您说实话 您有对大轩 想让他这个结婚 生孩子的这个期望吗 那咋想 真没想到第四季了 煤气 煤气都有这个问题吗 这也都有 第四季了 真的 第四季了 你看着慢吧 你 大叔 有些事不是你提出来的 嗯 这缘分 缘分 这个东西可真不好受 还是回归主题 压力 你压力大吗 你平常这种压力 你怎么办 解你的压力的 大轩我问你个问题 次届比赛 决定冠军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的 一般的时候都是说 那个非常明显 我一般都 舒飞有那种 得靠高科技才知道 那个成绩的时候 那种等的时候 就是心脏快 快 快掉嘴里了 都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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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运动员真的特残酷 尤其是上奥运会的运动员 感觉整个生涯就在这一个瞬间 你成了你就成了 不行你就是被淘汰掉了 就是感觉太现实了 这个很难想象一般人 经济体育就是这样 为什么有军人说输不起 输不起 嗯 就是因为他不敢输 心态不行 他不敢输 他输一次 他有可能输第二次 嗯 然后再有可能输一次之后 他有可能站不起来了就 嗯 我一开始真的是输 输过好多次 输完之后 你就得就想办法怎么去赢人家 而不是说你去想办法 我因为什么输 就是面对失败和面对压力 是一样的 就是你只有再努力 你才能让人证明 你会成功 如果你不努力的话 其实一下你就倒下了 你就可能再也不会成功 好了 同学们 聊得非常开心 那么既然大家说到压力 我想说一下 马上有个现成的 明天有压力了 关于大家的压力要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后天呢 会有家庭开放日 所有的家属都要来到 我们的家务学院 去验收各位的成果 所以大家要想想 我们后天呢 要怎么表现 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准备起来 另外呢 这是明天学习的预习资料 一会你给大家发下去 一会你给大家发下去